中部的白沙屯拱天宫所供奉的主神妈祖婆 在今年农历四月期间来到了新庄消防分队 供民众参拜祈福 大队长为了这项重大的盛事 特地准备了红色保时捷跑车热闹迎接妈祖的到来 希望让妈祖婆有回家的感觉 有粉红超跑之称的妈祖丸教 指的就是白沙屯拱天宫所供奉的主神妈祖婆 在今年农历四月期间 陈廷驾在新北市医长蒋庚皇服务处公民众参拜祈福之后 妈祖丸教随即移驾到新庄消防分队 沿途都受到信众热烈欢迎 大队长表示特地准备这台红色的保时捷热闹迎接 希望让妈祖婆有回家的感觉 我们全台湾大家都知道最出名的 超保妈祖就是我们白沙屯妈祖婆 我们这次也很欢迎邀请到妈祖婆来新增家来做 去用一台保时捷上去掛上妈祖的粥 来充当妈祖的粉红操保 因为我们要让妈祖来到这里 来到自己家的感觉 和妈祖她的整个标准一样是这样 来到这边我们的热情 感谢白沙屯妈祖婆来这里给我们大家保密 新北市医长蒋庚黄也虔诚赢家并表示 白沙屯妈祖来到新庄感谢带给地方乡亲和家平安 而且还分享受到妈祖婆的批诱 神迹就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这个是要不要保密的事情 所以我的团队和我的太太都给白沙屯妈 拜拜都保密我 毅厉害不能脱离 疫情过后信众格外就请赢家 现场又不少家长带着小孩前来祈福 尤其看到粉红操保好感动 也期盼得到神明的祝福 看到妈祖婆做红色操保 感觉很感动 希望妈祖婆可以保佑我们全家 一家平安大小平安 在新庄郁销对这里跟妈祖相会 然后看到妈祖从做这个红色操保 来到营销队这边 真的非常开心 北沙屯妈北上对新庄可归一大宗教盛事 尤其让民众亲眼追加到粉红操保的魅力 妈祖会保佑大家平安 记者黄又贤新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